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环节我们继续请来黄振宇师傅跟我们讲手当中的掌纹 掌相和掌纹 再一次见到黄师傅很开心 你好 对 教教我们这次这个课堂里面 我都觉得手纹真的挺难看的 因为每个人手的纹是不同的 而且我知道小朋友的掌纹 当他大过了又会变得不同了 所以有没有说主要我们看什么文 就会知道那个人的性格 或者将来运程等等 看哪些文 小朋友来说出生时间 三寥掌纹主要的文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一路成长的时间 因为成长阶段或者生活习惯里面的不同 令到他三寥掌纹开始有长短 或者分叉的问题 所以小朋友来说三寥掌纹已定下来 先天定下来 对 所谓好丑命生成 在掌上都已经看到了 如果看将来 因为我们上次都知道了 手有分先天后天 三十岁之前就看左边 三十岁以后就看右边 现在我们都长大成人 基本上是否主力都是看右手 有没有这样分 还是两只一起看 其实任何年岁里面看 都要两个掌一起合参 意思就是 因为左掌以前提过 就是代表爸爸和自己的男性 女性就代表妈妈 右掌代表妈妈和自己 所以我们要知道 父母任何情况 任何岁数之间的关系 都要两个掌一起看 完整一生 就可以预料得到 预测得到 没错 所以先天后天掌 其实我们掌纹有机会 左右手是鸳鸯的 有些人是断掌的 一只是断掌 一只不断掌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代表他先后天掌上面 有不同的分别 情况之下 导致这个人 在运程上 和父母的缘分之间 甚至自己的健康上面 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当他未到35岁之后 去看后天掌的话 我们先天掌 已经有个启示 他将来是如何 这样的 所以掌是千变万化的 意思就是 我们掌纹可以记录 以前发生的事 是一个落孕 亦都有一些启示 让我们知道 将来会有什么发生 有健康有什么变化 去做一个准备 去应付 所以掌纹来说 可以说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好特别 真的 摊开一只手 揭开一本书 就会知道自己 以前和未来的了 一个整合自己的传记 可以这样说 有没有说 一对掌里面 有分那些文 都会主力看哪些文 去参考整个人的运程 有的 有的 我们在掌上通常有几条文 每人都几乎存在 因为间中有些文 未必个人会出现 但是三年主文 基本上有的 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掌上面所见到的文 好 那我们看这一张 看到真的有九条文 是的 第一条来说 就是生命线 第二条来说 就是头脑线 在掌上是打横的 第三条最上的打横的文 就是我们叫感情线 这三条线来说 基本上每个人手上都会有 至于其他向上升的文 包括了有明文线 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业线 向着中指上 其次向着无名指上 就叫做太阳线 又叫二路功名文 所以这些向上升的线 全部都是吉利的 嗯 那就是主要划分这九条文 没错了 这些文来说 有些文理未必个人掌上都有的 有些人的摄线不清晰 有摄线未必有成功线 或者叫太阳线 所以我们要整个奖去配合 去参考才可以得到的 那左掌右掌有机会不同的嘛 左掌有 右掌没有 是不是先天有 后天没有呢 先天有 就是你基本上 你有的机会得到好处 只不过后天掌 要你加倍努力 才会出现一些右掌 相反 先天掌没有的 后天掌有的话 即是你自己努力将来成功 那你更加要加倍努力 掌握时机 刚才我们看那幅图解 一条线都很清晰 那当然 我想实际上 人无完美 也会有其他的线 文露 或者断断续续 因为我看到自己也挺花线的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文呢 亦都会有些不同的特征 可以介绍一下呢 是的 我们掌上面的文 除了主要文之外 我们掌上面 其实有些说 生命线长短 有关于受炎上的问题 那我们逐一条线 去讨论一下 给大家清晰一点 首先我们讲一下生命线 有些人说生命线里面 是短的话 代表短受 其实生命线短的话 不一定是短的 我们要配合头脑线 和感情线 例如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的生命线 是比较短的 如果我们的头脑线 和感情线 是比较上清晰 是没有其他责民影响的话 那我们这三条线 都可以属于理想的线 所以这条线 在我们的生命线里面 短 不是代表短命 是代表到 我们的健康适应力 是比较差一点 同时 这条纹也代表 妈妈和自己的缘分 薄一点 甚至妈妈健康会差一点 所以生命线短 不一定是短受的 是 是靠后天的努力 自己去争取的 就不用害怕 是啊 但是 如果我真的长一点 就代表长受 真的 对了 我们看另一个图 譬如这个图上面 你看生命线上面 是很长的 其他两条线 一样有那么长的 但是你会见到 生命线上面 是有一些叫 倒纹 抄叉纹 或者有一个三角纹 三角纹 是代表我们一路成长的时间 会出现到一些 叫意外 导致手术 抄叉纹来说 是代表那段时间 健康有一个大的变化 大变化可能有 严重的影响寿命 其次 在生命线上面 有一个倒纹 都影响健康 其实我们生命线 在健康上面 代表两样东西 代表腰骨 和脾胃 所以生命线上面 有瑕疵 有破坏纹的纹 是代表腸胃健康 有问题 甚至腰骨上面 都容易出现毛病 所以 当我们如果生命线长 而有其他的障碍纹 其他两条线 有倒纹 或者三角纹 就算生命线怎么长也好 都不一定是长寿的 黄师傅 刚才所提到的 原来我们掌文当中 都有其他符号 是的 有倒纹 升纹 大致上有什么文 我们先看看 好 这幅图解 有关于其他的符号 是的 我们知道 掌上面 除了几条主文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集文 这些集文 包括了一些抄叉的文 或者在圆圈 甚至一些四康夸 或者井字文 这些文 如果在我们掌上出现 在我们主文上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文 甚至在一条线上面 一点点黑点 或者甚至在三角形 或者开叉的话 这些文 都会破坏了我们的运势 如果在生命线上 影响生命健康 在头脑线上 影响我们的头部健康 和思想能力 对了 如果在感情线 更加影响感情婚姻 嗯 刚才所说 原来有些黑点的吗 是的 我们看到有些人 譬如说 小朋友在学校读书 圆笔刺到某一个位置 有一点 深蓝色或黑色 是不能脱脱的 是 但是有些天生出来 在掌名上 一个抄抄 一个抄抄 这形成了色责 色素深了 这些虽然不是 被笔刺 有个颜色 这已经象征 那条线上面 出现了瑕疵 酝酿了毛病 明白了 刚刚刚说了生命线 很多人都很关心生命线 除此之外 其实所说的头脑线 大家都很关心 头脑线是主宰主 是哪一样的元素 头脑线来说 我们知道是头脑 头脑醒的人 通常是多钱 工作更好 吃脑 是的 所以我们头脑线 是象征一个人的脑 的能力 和思考能力 和脑筋灵不灵活 和脑部健康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 你会见到这个图 中间这条线 我们叫做头脑线 一般我们叫做理智线 所以有头脑 之前会理智 如果这条线 在掌这个位置 一直向着月休下面下去的话 这条线是正常的 亦相当理想 长短来说 以在无名指对下来停下来的话 这条线的长短就叫做标准 如果一条头脑线 向上弯 有个勾 这条头脑线 反映出这个人 是叫做金钱钓钓的文 即是他看钱来说 特别看得紧 而且懂得运财为握 亦都可以说他沽寒 但这种线的人 通常是赚到钱的 所以叫做金钱钓钓 听过名字都知道 OK 即是马店都不怕没钱 都存到钱 有余有剩 那样的 那除了这个头脑线 看到个人的思维 清不清晰 是不是吃老型之外 那还有什么头脑线 相反来说 没那么好呢 是啊 如果令这个图 你会看到头脑线上面 是不得清晰 不漂亮的 就包括了头脑线屈曲 不是一个抛物线 向月休下面去的 而是出现了三角纹 或者开叉的纹 或者其他杂纹 我们所说三角形 或者倒门 甚至四方形 跨着头脑线的话 是代表头脑健康容易出现问题 简单的 会有失眠 偏头痛 甚至可能因为小时候 照顾得不好 曾经跌过 或者踩单车跌穿头之类 所以头脑线上面 有个记录给你知道 你的头原来以前曾经受创过 如果过往没有这个现象的话 就更加要将来我头部健康 例如有机会头脑不灵活 失眠 头痛 如果在生命线上面 有其他杂纹冲破的话 可能有意外 相及脑部健康 甚至血压偏高偏低 会有爆血管的机会 所以头脑线来说 其实基本上很重要 所以并非生命线短 就代表短命的 其实头脑线来说 有瑕疵的话 更加会严重 因为脑部真的成为人的主宰 之后我们再继续看 其他头脑线的特征 又可以看到什么 好 既然头脑线代表头脑灵活 我们刚才说 如果头脑线 在我们无名指的对下 这个位置停下来 是代表头脑线的长短适中 如果这条线 是向着我们月幽下面弯下去的话 这个月幽是代表思想幻想 亦可以代表天马行空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头脑线去到这个月幽位置 这个人的思考能力是特别活跃的 可以想到很远的 有天马行空的机会 所以如果这个掌文 是从事一些写作作作家创作工作的话 他会特别升任有余的 有艺术天分的意思 是的 有艺术天分的 还有文章文采的 因为他的头脑很灵活 思考特别活跃的 但相反 我们以前所说的 我们的指掌 手指 如果是尖形的 这种形来说 是属于很情绪化的 当他情绪化 手指又特别长的话 这个人更加会对于感情上 或者思考上很敏 如果头脑线配合那么长的话 这个就会有神经质的 甚至有些事情想不开 会有自杀倾向 所以配合 如果头脑线 去到月幼这个位置那么长 手指头是尖的 每个手指都特别长的话 这种配合 就会容易出现健康问题 甚至会有机会自杀倾向 情绪太极端 有多少时间 想不开转油角尖 所以要留意 手指是否尖 都会有这个影响 好 之后 讲到情绪方面 不如讲一下感情 感情 很多人都很关注 感情线 感情生活 经历 又会是怎样的呢 感情来说 有感情开始 就会产生婚姻 对啊 所以感情来说 首先给我们一个 有机会发展 好 但是当感情线上 出现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感情线上 就直接受牵累了 我们看感情线上面 如果一条线很清晰的话 一个抛物线向着中指上的话 这些感情线也叫做标准是好的 但如果感情线出现有 有倒纹或者有三角纹的话 这个感情线 代表我们感情容易出现障碍 例如 有这个三角形的话 代表有机会婚姻一次失败 或者叫做离婚 如果有倒纹 这个倒纹代表有三角恋爱 所以当我们讲的感情线上 出现不漂亮的纹理 就属于破坏性了 如果在左掌上出现的话 男左女友 左掌出现倒纹的话 代表男性有机会有第三者 如果她的右掌有倒纹的话 代表她的女朋友 或者她的老婆 都会有机会有第三者 所以 所以男左女友的分别就是这样 并非是女士看右掌 那你们看不到老公有没有第三者 明白 然后我们继续再研究感情线的问题 感情线来说 一条是横过也好 抛物线向上也好 完整的唯一是最理想的 但如果感情线是中断的话 譬如一条线中间断了一个裂缝 这条线就断了感情线 代表婚姻破裂 亦都代表戀爱时间 经常失忆 不成功 如果我们感情线下面有一条线平衡 即是两条双重的现象 这叫双重感情线 双重感情线代表有马拉松的戀爱机会 结婚了十多二十年才结婚 或者是结婚了很长时间 未曾开始拍拖 之后才开始拍拖结婚 所以如果有双重感情线的人 是会容易出现感情的发展 但无论如何也好 如果感情线不漂亮 就要双重的也好 都代表有机会两重婚姻 所以我们要小心感情线上的缺陷在哪里 就知道自己的婚姻状况 和戀爱的机会 究竟失恋多 或者是什么情况 顺利的多 没错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 感情线虽然断 如果是圆形一条 有些开叉的纹向上升 向上弯起 这个代表他本身感情线多姿多彩 他飞人多过人飞去 如果感情线上 向下弯起来的纹多 是代表被人飞的多了 所以如果感情线出现了 有些纹向上升的 或者向下升的 右纹的话 是代表你的感情上 虽然多姿多彩 看看你是你飞人 令人飞你了 看看你的 叫做 胜利者 还是叫失败者 没错 我另外想到 感情线 除了说婚姻感情之外 看不见自己 会否叫做儿孙满堂 修成正果 感情好的时候 自然夫妻恩爱 夫妻恩爱的精品 自然是好的 但你问这个问题 导致我们另一个问题 要商量讨论一下 感情线来说 又叫做心线 说心里面的东西 心爱的人 所以这条心线来说 其实象征我们的血压 心脏健康问题 其次亦都代表眼睛 所以我们感情线上 如果有倒门 三角门的话 就要很小心 我们的眼睛容易出现毛病 以前的社会少些 戴近视眼镜 或者近视 或者其他眼睛的疾病 现在因为我们科学发达 很多时候看电视 电脑 眼睛容易衰退问题 所以当我们发觉到自己 或者自己的小朋友 感情线上 即是心线上 有倒门的三角门 就要注意眼睛的健康 原来感情线也跟健康 没错 尤其在无名指对下 如果出现倒门的三角门 就更加容易出现眼睛的疾病 如果在心线上 即是感情线上 有其他倒门的话 是代表心脏容易有衰弱 或者年纪大了 有高血压或者低血压 甚至会频血的机会 所以掌纹的精妙之处 不是单一 不是生命 只是看生命 感情只是看感情 还可以在其他周边 揭示身体的状况 还可以看到自己有心的戀愛 还是配偶有心的戀愛 这个真的很特别 我们讲完感情之后 讲事业 大家也很关心 应该提什么呢 事业 事业线来说 在我们的掌下面的手腕文 一直向上升 向着宗旨 我们宗旨上面 这个位置 这条事业线 是属于相当之好的 例如 在我们的生命线 黏着一个位置 有一条直的文 向着宗旨上 这条线就叫做事业线 不过中国掌文上面 这条事业线就叫做命纹线 其实命纹线 其实等于事业线 不过西洋掌上 这条线是代表到 这个人的事业稳定 和工作发挥得相当好 还有工作上的地位 和名望 而这条线 我们为何叫做命纹线 除了说事业成功之外 这条线也代表 我们的生活环境 稳不稳定 和代表到 我们的事业成功率有多少 所以我们要配合另一条线 就是说 在旁边向着无名指上 这条线就叫做二路高命纹 因为这个位置是太阳子 所以又叫做太阳线 所以当我们有事业线 配合这条成功线 我们的事业特别是好的 所以可以从事自己的政行之外 可以自己的投资 或者其他的副业上面 都能够有相当好的成就 只不过事业线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线 黏着而向上升的话 是代表有自我奋斗的机会成功 即是父母家庭帮不了你什么 是要自己奋斗成功的意思 所以这条线又叫做自我奋斗线 所以这条线也是成功的 只不过是辛苦一点 靠自己 没有贵人特别去扶持你 没错 接下来又有另一种事业线的生法 这条线来说 也是从我们手腕开始 一路一条上升的线去到宗旨 这条线来说很完整 又没有断的话 这条线就相当之好 第一 它不是因为黏着生命线上 是自己独立向上升 即是贵人多 亦都可以得到家里面的人的照顾 或者甚至财富 而帮助他成功 上次这条线来说 就是说自我奋斗线 七月生命线上的 这个是离开的 独立的 所以这条线更加会幸运 如果再加上一条太阳线 向着无名指上的话 这条二路公明文更加明显清晰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事业性成功 所有叫做辅助的事业线 所以这两条线加起来的话 是相当理想的 譬如一些大机构里面的掌管人物 或者甚至我们工作上 有相当地位的人 通常都会出现这两条线 好 那自己检查一下 事业线长得漂亮不漂亮 而刚才黄师傅说到 有条线自己一条一枝独秀 就是要靠自己 没有人帮的 那有没有一条线可能删出来 就代表你有贵人愿 很多东西 有其他奖会和你铺牌 提拔你 那有没有这些线 有的 那我们拿回这个图帮大家讲一下 好的 如果这条线 黏着生命线上的线 是代表到自我奋斗 另一条线 如果是离开这条生命线 向上生的 这条命运线 或者涉线是相当理想的 另外这条线向着无名指 我们叫太阳线 又叫二路功名文 又叫成功线 所以这条线是代表贵人的 如果这条线是由月丘这个位置 掌的边缘 开始慢慢向着无名指上的话 是代表很多贵人的助力 令到你成功 而月丘是代表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 甚至出生地方以外的 即是外地的贵人帮你而成功 所以这条线来说是相当之好的 要很长地删上去 周围都有贵人扶持 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掌赏 但要留意 在我们这条线来说 我们中国掌约叫做命运线 因为命运线不只是说事业 是说一个人责任的问题 所以以往社会来说 女性人不需要工作 靠老公照顾 所以整头家来说 由老公负担起 女性是主内的 所以这条线在女性手上出现的话 这条线不是属于好好的 这样 即是太自我中心了 因为她自己有能力 不用说靠男人样 在这个社会里面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女性有独立的能力 还有很多机会 给她在事业上发展 但在以往社会里面 这条线是代表不享呼福 为什么不享呼福 因为以往女性要老公照顾 不用外出工作 如果老公先离开自己 就不享呼福 所以以前的社会 女人说 死在呼前就是福 所以现在社会来说 就不同看法 因为女性有自己的职业 亦都要做女强人 所以事业性 是一样可以和男性一样强 只不过反映两件事 这条事业性在女性身上 代表她不喜欢做家头世母 因为她的时间精神 是想在事发展 第二是不享呼福 即是说 将来她夫妻之间的关系 她会长寿过老公 还要长寿过老公 是的 可能继续捱世界 所以女性来说 这条事不需要太长 明白了 原来凡事都有好有不好 没错 另外 刚才说到 原来每条文 都有牵连到其他的关系 有没有说 再看哪条文 可以看到自己的爸爸 妈妈 或者其他家人 有关于家人的线 你很聪明 我们以前说过 左右手分男左女的关系 左掌是爸爸 右掌是妈妈 不论你是男士女士 都一样 其实我们中国奖上 与西洋奖有些不同 就是说 中国奖除了有男左女的分别之外 我们有所谓三条主文 我们的感情线是最高的 所以叫做天文 天 在我们的生命线 是最低的一条线 所以叫做地文 在中间的头脑线 就是智慧线 叫做人文 这三条线来说 在我们中国奖上 就是天文丈夫 地文丈夫 天文代表爸爸 所以当我们的感情线 就是天文 断了的时间 或者重叠的时间 是代表跟爸爸缘分是不好的 爸爸缘分不可以代表小时间 爸爸可能因为工作环境要出外 以前是去行船 很久才回家 或者现在工作早春晚归 或者爸爸要去外地 或者回去北上做事 要很长时间再回家 跟爸爸少接触的话 天文就会有这个现象 所谓天文丈夫 地文丈夫 包括了 是代表妈妈健康和缘分 所以我们生命线 如果是不漂亮 或者短的话 只可以代表妈妈健康 比较差 或者身体弱 甚至自己少见到妈妈 或者自己不是由妈妈亲手照顾长大 比如说由工人 婆婆妈妈去照顾你 所以生命线短 反映出跟妈妈缘分是差些 或者妈妈健康底子弱些 并非短瘦 自己也是这样看的 没错 所以天文丈夫 地文丈夫 就是说 除了讲感情线的天文之外 生命线原来也同于妈妈 多谢黄振宇师傅 今集黄振宇师傅很详细去讲解 有关于掌文的学问 我们又学到东西了 而学到东西的家庭观众 也有机会得到黄振宇师傅 所送出的2011年套年开运天书一本 名额有18位 先到先得 快点回答我们的问题 请留意以下问题 哪条掌文是掌管感情? A. 头脑线 B. 感情线 C. 生命线 观众只要答中问题 以后被我们抽出 即后获得由黄振宇师傅 送出的书籍 黄振宇2011套年开运天书一本 名额18位 知道答案的观众 请将本集的问题连同答案 并附上各下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以及日间联络电话 电邮至metaphysics at aplus510.com.hk 文件中请注明 沿途有理有掌文答游戏 得掌者 本台会有专人联络通知 而各位家庭观众 想找黄振宇师傅指点迷津的话 欢迎打电话 就是27701783 多谢黄师傅 多谢你 好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但我们下部回来会继续再见